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缩时影片 A屏是空白对照组 B屏是样品组 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 我们可以发现样品组的产物越来越多 因为颜色越来越深 这颜色物质是三点英离子 上面这段影片若以口语描述 我们会说A屏无化学反应 B屏有化学反应 可是我们无法量化B屏的反应速率 如果我们要量化这个反应速率 就必须先理解动力学的定义 那就是本影片的目的哦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什么是动力呢 动力是只会发生移动或改变的意思 所以说化学动力学 就是在探讨化学反应发生时 系统里头的反应物或产物的浓度 随着时间经过而发生变化速率 这变化速率我们就定义为反应速率 然而探讨这相关反应速率的化学领域 我们就称为化学动力学 我们以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如何量测化学反应速率 在相片当中的A分子它是反应物 刚开始系统里头只存在着A分子 可是随着时间的经过 A分子会进行化学反应产生B分子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系统里头B分子的浓度就渐渐的增加 如果我们可以在每一个顺时时间里 能够去量测系统里头反应物A分子的浓度 所减少的量或者是产物B分子所增加的量 若能够检测到系统里头这两个反应浓度的改变量 再除以它们的时间的改变 我们就可以侦测出化学反应的速率了 如相片当中的化学反应式和数学关系式来得出 化学动力学有三种重要的反应级数 分别是零级反应、一级反应和二级反应 它们的速率定律、浓度时间的方程式和半衰期如表所示 它们详细的定义和推导的公式 各位同学可以从普通化学教科书去详细的研读 并且得到心得哦 所以在本影片我们就不详细的介绍 这些公式的推导演算 我们以简单的例子来形容反应级数 这位乌龟选手不管吃几颗苹果 它的跑步速度仍然归宿 所以反应速率和反应物浓度无关 称零级反应 小名选手呢 每吃一颗苹果 它的跑步速度乘正比加速 所以反应速率和反应物浓度一次方 乘正比称一级反应 那馆长选手呢 每吃一颗苹果它的跑步速度乘二次方加速哦 所以反应速率和反应物浓度的二次方成正比哦 所以是二级反应 那我们今天影片的目的是想要透过一个化学反应的模型 来探讨化学动力学 因此我们挑一级反应来学习实验操作和数据处理 那实验的模型就采用点离子 在过氧化氢溶液当中会进行氧化反应 那产物是三点因离子 为黄色物质 在350nm下 三点因离子有西光 若能以分光光度计进行时间扫描 随时间的监测 每单位时间三点因离子的西光值 在经由比尔定律 就可以算出三点因离子的瞬间浓度 然后在经由一些数学的运算 就可以得知此实验是否是一级反应哦 大家标记 我们慢慢的看下去哦 那我们先来认识分光光度计 主机 荧幕 样品槽 笔色管 可以叫Cuvet 或Cell电脑 SP880 全波长 分光光度计 操作使用方法 首先将主机 SP880 仪器电源打开 暖机15分钟以上 仪器的荧幕上会显示PC Mode Offline 表示仪器已经开机完成 并且在等待PC连线的状态 点选电脑桌面上的SP880MAT的功能 按滑鼠的右键 选择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 点选下去 程式执行后会出现一个Comp Port Setting的对话框 连接符预设在Comp2 使用者可依实际情形选择Comp 按下Port Open 扭 状态列会有Offline的字样改成Online 即表示连线成功 连线成功后 状态列会显示SP880目前的颇长及读值 并且持续读取资料 使用者可看到OK显示在状态列上 并且其后的点点点一直的变化 这样表示目前仪器与PC持续的连线中 画面由上至下分别为软体抬头 Menu列 工具列 状态列 其余部分为资料显示区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如何使用这台仪器的时间扫描功能 也就是Time Scan 首先请将滑鼠移到Menu列里头的Function 点选下去 选择Time Scan 打开Time Scan的功能 此时会显示Setup Time Scan的对话框 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参数的设定 Wave Lens就是侦测颇长 Fixed Interval就是固定侦测区间 有两个重要的参数 第一个叫做Simpling Interval 也就是你每几秒要读取一次数据 叫做区间秒数 第二个就是你总共的扫描时间要多长 那就叫Stop Time 另外就是Delete Time 也就是你的样品放到机器以后 你要延迟几秒才要开始读取数据 那Major Mode也就是你的量测模式 有ABS西光值或穿透度 Low Value就是你图形的Y轴的最低值 High Value就是Y轴的最高值 另一个参数的设定在Option 有两个地方请打勾 叫Auto Zoom In Out Data 是资料缩放至最佳刻度 Overlay Screen就是多次扫描时 数据不予以清除 以上参数设定完毕 都设定完毕以后 接下来进行实验 首先先以纯水进行归零 我们可以按工具列的0A 也就是Zero按钮 归零时间大概要20秒钟 归零完毕以后 在状态列会出现OK 完毕以后 接下来放入我们的样品 样品放进仪器以后 请按工具列的Run 这样它就会开始进行时间扫描了 接下来我们先将这些 所有原始数据储存 请点选File Data Export to Excel 存档的档名一定要是英文或数字 绝对不能有中文字哦 存档成功以后 一幕会告诉你存档的位置 麻烦各位同学记下来 这是点离子在过氧化氢容易中的氧化反应 速率定律式如箭头所示 为简化化学动力学模式 我们将上述三种反应物中的点离子浓度和氢离子浓度固定 只改变过氧化氢化氢浓度 isaC link to the proof 必容易为酿平足 因为是化学动力学实验 时间的控制非常重要 每一份容易上机以前才开始配置 配置好后马上上机 进行时间扫描 这点很重要哦 另外过氧化氢在空气中不稳定 故实验前要先由老师 以分光光度计定量过氧化氢的浓度 方法如课本所述 在此不多加详述 今天影片示范的过氧化氢浓度为 5乘以10的-4次方M 开始进行实验 时间扫描条件如画面所述 先以纯水进行空气归零 然后分别放入A容易和B容易 可以分别得到原始数据 我们以Excel进行数据整理 A栏位是侦测时间的顺序数据 B栏位是扫描时间 C栏位是OD350的吸光值 也就是产物3点英离子的吸光值 把A和B容易的数据整合在一起 同学们仔细看每一栏位的定义 再分别输入函数公式哦 请把画面暂停 好好消化一下哦 G栏位是3点英离子的每个反应瞬间吸光值 H栏位则是它的每个反应瞬间的浓度 I栏位也是3点英离子的瞬间反应速率 刚好也等于过氧化氢的瞬间反应速率 J栏位是过氧化氢的瞬间反应浓度 K栏位则是将J栏位的瞬间反应浓度打自然对数 当所有栏位都运算完毕以后 就可以画出三张图形 分别是图一 3点英离子随时间之变化图 图二 过氧化氢随时间之变化图 图三是过氧化氢自然对数浓度随时间之变化图 图一和图二具有反应物和产物浓度 呈现互为肖长之负相关的关系哦 因为已知过氧化氢的反应速率为一级反应 所以由图三的线性回归公式的R平方值 若越接近于1表示实验准确度越高 由影片示范数据得知R平方值等于0.92 表示该实验误差率约8% 线性公式斜率值 记得要另外加负号哦 则为速率常数 由示范数据得知K等于6乘以10的负次方 数据整理后得知过氧化氢的分解反应 反应速率定律是为R等于6乘以10的负次方 乘以过氧化氢浓度 数一级反应 该公式实验误差率约8% 你做对了吗 祝你顺利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